你爬開來 你坐著 我剛睡起來 好啦,你剛睡起來是不重點 你可以喔 這是尿嗎? 對啊,我家吃肉 什麼? 我家吃肉 什麼? 什麼? 我家吃肉 什麼蹄子 什麼蹄子 這是 我家吃肉 這是 我家吃肉 你怎麼有辦法拆那隻尿 哈哈哈哈 我沒有聞到味道啊 你是拿著羊羊 欸,你們問人家問題 你專門提人家講好不好 哦,他在講啊 哈哈 應該是最近比較冷燒酒雞肉 米酒加泡麵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好吧,東西拿著 好啦,你這個待會兒去 你這個都還給我吧 好啦 這樣很難看,天啊 我不做啊 OK了齁 我先幫我咧 對啊,對 進成縣 你先幫我拿了嗎 在哪裡啊 在鞋額上面 那裡那裡那裡 我都不會熱 你撐個拖鞋比較舒服 你不要靠 其實不能翻成這樣 沒有,你原本就這樣子的喔 台中市行大針對日前與政辦一起販毒案件的時候 發現一名四十多歲的李賢跟張賢 這對情侶黨設有重險 那他們平日就是以微信跟LINE作為中訊方式來跟買家聯絡 並且以男的跟女的作為代稱來躲避警方的查契 那監警方搜證完備之後 持搜索票前往李賢的住處 當場查過還錄音29.64公克 非常命186.53公克 跟咖啡包25包 子彈9顆等相關不法證物 那全案經地檢署間結之後 已依法提起公訴 那警方在追查他的藥角的時候 發現一名四性藥角 他平常就有吸食、Ketamine還有咖啡包的二席 警方在搜索他家的時候 在一個櫃子裡面發現 有四瓶裝有尿液的保特瓶 那警方就詢問他說為什麼要這樣 他就說他平常就有那個靈液的體質 所以他會在吸完毒瓶的之後 把尿液裝到那個寶特瓶裡面 拿去南投的一個宮廟裡面拜拜 並且於過了屋之後 帶回家當作聖水來供奉 以其那個被警方查過的時候 檢驗會陰性 那警方呼籲 只要一染毒品的話 就終身永結不復 這算求聖拜苦人沒有用